嗯是的 特别是我们有一些人啊 比如说拿着美国的身份 在加拿大工作 因为觉得加拿大的福利比较好 但是呢我们又想在美国买房 因为美国的房比较便宜 所以这里面我们就请教一下 定总啊 我们到底如何利用自己的海外收入 在美国申请正常的这个贷款的 一般的流程是什么 其实它是一个正常的流程 流程它其实都是一样的 但是它取决于说 你的这个贷款经济 你的这个贷款银行 还有你的那个处理中心 它是否很了解中间这个过程 甚至很多时候呢 你还得交汇这个银行的审批人员 去查询相关的资料 这样的话呢 他们才可以认可 和去接受这个对应的 比如说文件替代文件 任何的一些替代的流程 比如说我们说 我们说人在美国 你怎么跟你中国的雇主 去核实你的收入 用那种文件去核实这个收入 如何进行第三方验证 你有一个非常怎么说呢 可能我们在美国的时候 一通电话就能解决的问题 当你在海外的时候呢 你可能需要7天到10天的时间 才能完成这个流程 那么如果说你 但是在这种情况呢 如果说你是符合了相关的要求 你的雇主符合了相关的要求 可以提供相关的文件 那么你是可以多花 那么10天到15天的时间 但是你可以享受到 跟美国普通的民众一样的贷款利率 这个其实是非常巨大的一个变化的 因为一般来说 就像我们说 我们刚刚帮助客人的就是 他如果用不查收入 或者是普通的那种海外收入的话呢 他的利率在现在当下到 他可能要拿到6.5或者7的利率 但是我们知道美国普通民众 现在可我们拿到利率是5.0 5.125左右 所以这个差额 你贷款50万一年 就会相差六七千块钱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别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比如说我们海外的这个收入 其实有很多人 其实在境外挣的还是蛮多的 所以任总这边就是 我们需要是去跟代款公司合作 配合做一些手续吗 还是说自己平时要把这些手续 包税单积累好 然后以方便给银行使用呢 您的税表其实是每年您正常报的 但是呢就是说这里面不是说 不是说你准备了多少文件 而是你找的这个银行 他是不是很了解相关的政策 知道两房子要的是什么 因为这个是非常小众的 非常非常小众 就是普通的人可能 而且甚至你有可能去接受银行 直接就告诉你说 你这个收件不能用 他直接就会告诉你说 你不能用很多人 他因为他不熟悉 他觉得你拿不出W2 你拿不出工资单 我也联系不到你海外的雇主 因为我也查询不到你 比如说简单来讲 我怎么证明你这个雇主 在海外是存在的 对不对 你可能你我去海外 我去台湾或者去大陆的 什么地方去查询 这个公司的真实有效 不是一个就是说假的公司 对不对 我这个银行怎么确定 你这个收入是稳定的 现在还正在的 未来还会持续的 对吧 然后我找谁去验证 我的第三方验证平台 怎么验证 那么两房或者美国 美国政府在核对这个贷款的时候 他们怎么样真实有效的核对到 然后他们自己也可信 这个一系列的流程 还有法理法规的条款的要求 必须是你要一个很有专业的 这么一个或者是做过相关的 这么一个贷款的金融机构 他才可以帮你实现这个目的 所以说如果说您符合 比如说您在美国是正常的 您的税表是体现的 但是你在你买房子 如果您被银行拒绝说 因为你拿不出W2 因为你拿不出工资单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联系你的雇主 所以说他们不能帮你做贷款 或者说他报应的利率远远超于市场平均的利率 比如说你是能够提供的话 他给的利率是significant deed的 那你就要多花一个信息 或者说多去咨询一些 有资质的银行 来了解一下你是否符合相关的要求 所以您总我想请教一下 我们一般选择哪一类的银行 或者是有没有比如说外国银行 还是中国银行 就哪些可能是方便我们做这种贷款的 还是说我们必须要通过专业的机构 像您这样的贷款公司 才能去帮我们这些 比如说在美国境内并没有收入的人 又想做到这个低利率的贷款 我们这需要通过哪种途径呢 真心来说您只能来多咨询 或者来多问 因为这取决 因为我们的审批是这样子的 审批涉及到你的这个 因为每个人的经验不一样 每个underwriter也有新有旧 underwriter也有他之前遇到过 没遇到过 因为他太小众了 有时候银行里面可能说 他是新年underwriter 但是他也一样不会经历过这个问题 所以说如果您在看这个节目 我会建议你来找一下我们 我们会跟你一些培训 或者是告诉你怎么样去可以 让这个东西可以通过去 如果说您没有看这个节目 或者说您所在的周 我们没有办法帮到您的话 那您只能说是多咨询多问了 没有说指定哪一家银行一定可以做 也没有说哪家银行一定不可以做 而是接待你的这个贷款经纪人 和处理你这个审批的审批员 他了解相关的程序 然后他知道相关的文件的要求 然后他知道什么样是 alternative的document 然后他知道怎么样去联系您国内的 或者说您海外的收入来源 这个需要对他们的skill set要求太高了 简单来讲 如果没有我们的配合的话 您不能指望一个只说英文的 那个外国的那个审批员 在半夜打一个电话去到中国 您上班的时间去核对您在中国的收入 还要还要能沟通好 然后双方能够互相提供双方都认可的文件 这个是对美国银行或者美国的审批员 非常challenge的这么一份工作 您不能指望说每个银行都有这个人员 甚至有银行他为了规避风险 他直接就不做了 所以说不是不能做 而是你要找到对的人去做 嗯 您总说这个其实我身边有个